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料理 欢迎大家在本门之中 来收看依依的免费YouTube频道 今天呢 依依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喝的汤水 这个汤水我也是第一次包 今天我又准备了这个排骨头 然后呢 就是这个排骨头包出来的汤呢 就是说很甜 之余呢 就是说那个骨头呢 还可以吃 就那个肉很滑的 然后呢 我准备了玉米啦 红萝卜啦 还有黄豆 淮山 这几样东西 食材 首先呢 把这些食材呢 就清洗干净 然后呢 我们切上一段段 这是立状型就可以了 不过呢 要温馨提示一下 这个黄豆 我们一定要振上食物 20分钟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平时 包汤的时候一定包豆类的汤呢 一定把那个豆要震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那豆呢 它有一种呢 就是说吃了之后就会 对到胃不是太好 他如果你喝了有豆类的汤 就会觉得那个胃很有脏气的 这样子很不舒服 如果胃不好的人士的话呢 最好来包这有豆子类的汤呢 一定把豆的要震上20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是最好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 医疗里平时要上班呢 一般呢 晚上回来呢 就匆匆的要煲汤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会呢 马上震上20分 回来之前 马上把那个豆震上20分钟之后 我才会进行一个煲汤这样子的 这个汤有什么好处呢 它除了清洁解毒之余呢 就是黄豆呢 对更年期的女士是非常好的 还有对一些就是经期 有些呢 就是说女性有些就是经期 经常是不来呀 或者是缺少一些黄铜素之类的 喝这个汤呢 就会调理这个经期的 就经期的就会有那个 慢慢月经就会来呀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汤呢是非常好的 平时呢就是说经常熬夜啊 或者是晚上很晚睡啊 或者睡眠不是太好啊 包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这样子了 如果你们喜欢依依这道视频的话呢 记得帮依依订阅哦 一定要分享出去哦 让更多人受惠之余呢 就是说让依依的粉丝呢 也会越来越多 依依呢会经常不断的 会包一些很健康的 养生的一些汤水 或者其他的食谱呢 分享给大家的 因为这个汤呢 除了对健脾胃之余呢 就是说也有清热的功效 还有对养燕呢 或者经常脸上长斑的呢 喝这个汤呢 就是说它可以排毒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一个汤水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哦 嗯 今天的意义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有时候我经常包一些汤水 给家里的小朋友啊 或者一些 长辈喝这样子的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至于呢 就是说 现在嘛 都市呢 就是说包汤水 就不会包太久 汤水太久的话 就会对那个 身体不是太好 一般包一个小时 零二十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以上 就可以的了 就是说 汤水呢 如果包两三个小时的话呢 这样的汤水呢 就对那个 比如会有一些尿毒症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病的话 就不会那么好的 就是说滚汤啊 或者包汤啊 就是说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 一个半小时之前就可以的了 嗯 这样就对身体经常是 会是非常好的 啊 今天呢 如果你们大家认同 依依所说的呢 可以试一下包哟 啊 这样对身体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呢 呃 订阅依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今天依依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食谱见 谢谢大家 拜拜